嗨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啊我要向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 就是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被高雄人民成功罢免了 这是台湾民主的成功 从选举到罢免 民主成功与否有一个重要的标志 就是参与这个民主表决过程的人数啊是不是够多 参与的人数越多呢 那么其结果就越能体现民意 台湾2019年的总统选举和这一次的罢免 台湾选民啊都积极的参与 而且整个过程虽然有中共的渗透 但呢可以保持和平 所以说啊这是民主的成功 台湾每一次民主的成功的体现 就是对中共的打击 尤其是这一次 好这件事情啊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最近啊大家知道 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社会 各个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反对警察暴力 黑人生命也是命的政治活动 这些活动啊毋庸置疑是被西方政治左派支持的 被左派的政客利用 其矛头呢是指向川普政府 只在大选之期啊对川普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川普连任的选情非常不利 那么在这个运动里面我们也要看到除了和平示威之外啊 也有很多暴力的打砸墙 很多无辜的商家被洗劫 甚至居民的住家也被威胁 其中啊很多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黑人 而反对这些暴动的当然也有很多黑人 川普命令美国军队进驻华盛顿 我们看到啊这些军人他们表现的非常克制 他们一方面是有效的震慑了企图用暴力搞乱华盛顿的暴徒 另一方面呢在事态回归和平之后 在四天之内他们就撤回了 抛开在大选之年给川普制造麻烦的这个政治目的之外啊 我们也要看到在美国在西方 这个运动他的确是有群众基础的 我不想在这里啊深度深度的讨论这个运动的根源 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这个事实 就是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数啊绝对不是极少数 只要这个运动是和平的 在西方民主制度的保护下 这就是人们行使他们在投票以外的 政治表达权利的方式之一 那香港的反抗运动啊有两位代表 在推特上对这个运动有不同的表示 一位是年过七旬的苹果媒体的老板黎智英 一位啊是年轻的黄之芬 黎智英在推特上对一位川普的支持者 一位右派的那个网红做的一个视频 表示感谢 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区分香港反抗运动 和美国示威游行甚至暴动 那么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 我个人感觉啊做得非常好 黎智英转发支持这个视频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视频主要的内容是说 香港警察暴行 没有一个警察被问责 香港的警察的暴行是从上而下 是制度性的是被中共说死的 而美国那个警察已经被控二级谋杀罪 而支持香港的人都为警察暴行而愤怒 现在呀中共为美国的这个动乱叫好 而香港的示威游行没有趁火打击的行为 所以把两者相提并论就是侮辱香港的反抗运动 这个推文啊马上就招来一波推友的反对 我看了一下哈 反对这个推友啊 其中以香港的年轻人居多 他们提醒黎智英 西方很多人不喜欢川普 他们呢也不喜欢这个网红 转发他的东西啊 黎智英会孤立香港的反抗运动 有意思的是啊 不久后黄之锋也转发了一个推 他转发了一张在维员纪念六四的照片里 在照片里啊 有一个人高举着我不能呼吸的紫牌 他评论说 反抗压迫的香港人 一直和反抗压迫的美国人站在一起 并且加上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口号 这个推文啊 同样招来一群网友的抨击 我看其中啊 是以中国大陆来的网友为主 他们的意思是说啊 黄之锋你不要站错 对了 不要帮助民主党 只有川普是真正反共的 还有就是 美国的运动和香港的运动本质上不同 美国有民主自由和法治 这些美国人啊还暴力的抗议 所以这些美国人就是恐怖分子 而香港人的抗争是为了得到民主自由和法治 而且香港人的抗争啊不伤及无辜 我想说的是啊 大家说的这些啊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不全面 黄之锋他并没有表达出他支持抗议中出现的这种打砸抢的行为 而事实上啊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打砸抢的行为 但那是因为媒体更倾向报道画面火爆的新闻 事实上大多数的抗议行为啊 还是和平和有序的 所以我说黄之锋的推文也没有问题 而且啊 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香港的抗争人物 他们既能够勇敢的表达自己 也不抨击对方 他们帮香港人争取争取到西方最大的支持度 我们知道啊香港是个弹丸之地 他一定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同情支持 来对抗港共政府 他们为代表的两位 一左一右 他们拉起了这张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横幅 香港的反抗运动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健 我们不要啊把美国狭隘的政治动争 转嫁到香港的反抗运动上面 因为这样我们就中了中共的计谋了 中共在渗透美国政坛的时候 其实也是左右出击的 中共在美国政坛上 当然是对民主党的渗透呢比较成功 这里原因啊有很多 有一个原因啊 我认为很多中文媒体没有说 就是其实呢民主党的基本盘 是在美国的东西海岸 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那么这些地区的经济支柱啊 就是金融和IT 金融和IT啊 他的行业啊 比如说是脸书啊 Google啊 他们都非常想和中共合作 而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基本盘呢 是在美国的中西部 以农业和传统的制造业为主 他们的选民啊 基本上就是农民和工人 那么我们知道农民啊 虽然是得益于中国的出口 但是啊农民他们观念上非常传统 他们在价值理念上面是保守派 他们反对堕胎 产业工人呢是反对产业外流 基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基本盘不同 中共在共和党这边呢 是比较难操作的 但是中共啊 一直没有放弃共和党 2016年川普和希拉丽的对决当中啊 中共其实就发动了海外华人 支持川普的这个活动 因为当时啊 中共认为川普他就是一个商人 那么和他打交道呢 只要让一些眼前的利益就可以了 而希拉丽呢 他是一个老谋生算的政客 希拉丽的要价可能会更多 我说这些啊 就是想指出 中共对美国政治渗透呢 是不分左右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中共呢 就是说在争取香港 争取中国人的民主自由 在我们反抗中共的运动当中 也不分左右 尤其是在对香港人的运动当中 我们更要尊重香港人 不要过多的批评他们 那么上一周啊 除了黎智英黄之芬这一对人物以外 还有两个中国人也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个呢就是郝海东 一个呢就是王丹 郝海东啊 大概是中国最近30年足球踢的最好的一个人 我们啊一直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 直到上星期 他宣告中共执政非法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 那么我们知道啊 他以前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从小踢球 也没有进过高等学府 我们知道他足球踢的很好 而且他生意呢也做得很大 在中国啊有很大的经济利益 在他反共之前 中国媒体对他的私人生活的报道 也是非常正面的 他算是是过去30年 在中国名利双收的人 这样的人在50岁的时候 可以抛开他奋斗一身的名和力 高举反共的旗帜 而且是彻底否定中共的合法性 这的确是令人敬佩 而王丹呢 他大概也是中国过去30年最出名的反对派人物 他顶着六四学院领袖的光环 在西方高等学府学习政治 他出入政治运动场合 他会见西方政治人物 他上星期有幸见到了 华盛顿最反共的国务卿蓬佩奥 王丹给蓬佩奥讲了三条不痛不痒的民运的诉求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应当转向与中国公民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直接对话 二在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 应当把改善中国劳工人权状况 以及解除互联网封锁两个议题 三美国应该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真相 其中一和三啊 美国政府已经在做了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无论在推特上还是在微博上 都旗帜鲜明的在向中国民众直接喊话 向中国民众鲜明的表明立场 宣传普世价值 普及六四真相和其他一切历史真历史事件的真相 第二点的前提啊 就是他还假设美国政府要和中共继续贸易谈判 这个谈判是在中共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和欺骗美国和全世界 关于武汉肺炎并且污蔑美军是传播武汉肺炎的罪魁祸首之后 还有任何意义吗 难道美国还应该和这个万恶的政权继续谈判吗 难道这个政权还有任何公信力吗 难道全面脱钩不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中国民主失业的吗 只要有这个经贸谈判就是给中共续命 这两个人的表现让我感慨万千 反共不分先后 不要排资论背 无论是学历专业 反共只和良知有关和勇气有关 在反共的浪潮当中不禁则退 前浪被后浪拍死在岸上 而西方媒体在这两件事情上也明显对何海东反共更感兴趣 这难道不值得民运人士反思吗 现在是反共最关键的时刻 国际气候已经形成 党内的矛盾也陡然加剧 现在是每一个浩海东站出来的时候 是每一个中国人站出来的时候了 中国的人的事情最终还是要中国人来完成 要终结这个政党这个政权 舍我其谁 难道还有我们的后代指着我们的鼻子说 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 谢谢